要牽涉到兩岸的包括小三通 因為即將下個月就要過年了 很多台商跟台生 都迫不及待可以透過小三通 選前都一直說這個 叽叽歪歪的 選後 包括交通部 我們一些官員都說 已經在準備當中了 那為什麼不能通呢 到底問題在哪裡 王必勝 我們的指揮官 他是全台灣最有資格研究小三通 因為 對不起 我剛剛噎了一下口水 因為他本身就是小三通的專家 那王必勝他去看了 金門的小三通之後 本人都去了 結果他告訴當地的這些百姓 還有父母官 我沒有辦法評估 為什麼他影射中國大陸隱匿疫情 他說中國大陸的疫情發展 我不瞭解 因為不瞭解 我沒有辦法評估 小三通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好意思 我查了一下 官方的通報裡面 中國大陸才一萬上下 出頭 甚至有一兩天是不到一萬 台灣今天是一萬七 我們的母數是兩千三百萬人 中國大陸的母數是十三億的人口 比例上誰的疫情比較嚴重呢 只有你現在質疑的是說 他們通報的數字 我沒有辦法確定 所以到現在都在用這樣的操作 國民黨的立委陳玉珍 他到中國大陸裡面去做交涉 跟對方 對岸的官員討論 包括這個小三通 這個相關方面的這些事情 對方的官員說 只要台灣的官方願意 他們願意提供小三通相關的防疫這些措施 就是以方便大家來降低成本 對方其實已經是幫忙提出這樣的誠意了 但我們這邊官員 金門縣政府早在今年三月 就已經如火如荼 在這個相關的碼頭裡面 做小三通負航的演練 演練了大半年 不通就是不通 只有有些人通了他的小三 那包括陸委會的主委 包括交通部長王國才 在這個選前選後 都是在十一月份 都說我們準備好了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選完之後 難道是陳玉珍的錯嗎 因為是國民黨去跟對岸接頭 所以我偏偏不要 是這個原因嗎 還是說這些人沒關係 台商 台生都不是民進黨的票 不會投給蔡英文 我管你們的死活 包括現在呢 廈門港說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也都準備好了 那到底問題卡在哪 到底是問題卡在哪 國民黨立委賴斯堡還爆料說 現在有很多人 包括台商台生過不了年 因為他們買不到機票 那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陽明 這個小三通 當初在兩年前 2020年的2月10號 是我們的陸委會 單方面宣布的 我們並沒有跟對岸說 不好意思 我們來溝通一下 小三通要不要停 沒有 那個時候是因為疫情爆發 為了避免這個兩岸的這個通行 通行會導致這個疫情的爆發 所以停掉了 我們沒有跟對岸 那時候沒有跟對岸溝通 再來講到去年三月 陳時中講小三通的案子 是怎麼說的 其實前年的10月份 2020年10月份 交通部就有說 因為那時候疫情比較趨緩 然後包括對岸的這個疫情 相對也開始這個走比較下坡了 所以那時候就在想 我們要來積極研議 要怎麼恢復這個小三通 去年三月陳時中 陳時中前部長 他在衛福部長指揮官任內 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只要台灣的疫苗覆蓋率到六成 就可以來討論小三通富航的這個事情 後來過了六成 我們現在已經不只六成 我們現在都九成了好不好 第四季都已經打下去了 還是因為他已經不是部長了 對 那包括你看選前 不管是陸委會 不管是這個衛福部 哪一個部門 交通部 都說我們很努力在積極 什麼要在什麼重要的節日 要來恢復有沒有 過年不就是重要節日 對 所以本來應該設定的目標 應該是在過年左右 那這一波我相信 因為選後嘛 那這一次過去對岸的這個 也包括這個新任的陳福海 即將要上任的金門縣長 那他們對這個議題 一定非常重視 為什麼 因為這攸關金門的一個生計 就是經濟的命脈 其實掌握在小三通 這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就從從這個小三通開始通了之後 就是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金門馬祖 這個離島的經濟 主要是靠這一塊 所以接下來 我覺得他們講的很 也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可不可以比如說 先示範一個月 第一波針對所謂的人道考量的 就是所謂有就醫需要的 有專業人士的 或是說金門在地相親 就先不要開放觀光客跟商業客 就是說在地的專業考量的 或是這種人道考量 或是專案 專班 對 先試行比如說一個月 第二階段這個部分 這個相對人數比較少 那你這個相對 不管是隔離措施或是檢疫的措施 都能夠上了一個軌道之後 開放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什麼 台商 商務客開始 然後等到商務客進行到 比如說在一段時間 第三階段再全面的來通行 我覺得是可以開始做了 因為也馬上要準備要過年了 離過年就大概一個月 一個多月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應該是要準備討論了 可是裡面 我覺得比較離奇的是 講什麼中國大陸要來 什麼搶藥 這個講法 我覺得荒天下是大雞 你不要忘記我們今年 今年我們的六月份 五六月那個時候 我們缺快篩的時候 是我們那時候衛福部 指揮那個整個指揮中心 還說先用一個赦免令 說每個人可以自己 請朋友寄一百支的快篩進來 不限產地 那時候大量的快篩進來 是哪一國的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那時候是靠 我們是靠中國快篩 來解我們的快篩荒 結果現在 現在你要說是 中國大陸來搶我們的藥 我覺得有點離奇 這個說法有點離奇 那一方面是說 薛瑞元也說了 這不用搶藥 不用重啟也會 也會有 因為現在我們台灣 如果對岸要 有人需要我們的藥物的話 也可以直接買了 就寄過去 而且對岸導致說 對岸對藥物的這個管制 比我們可能還嚴格 這些指控 如果說是民進黨立委 聽聽 笑一笑就好 但不是喔 他是我們堂堂行政院長 蘇貞昌講的 他說會來台灣搶藥 因為中國大陸前陣子 傳出來有囤藥 因為他們防疫的措施 要開始鬆綁了 大家要開始囤這些貨 那薛瑞元就剛剛 像陽明講的 他說其實已經有人在搜刮 已經在搜刮了 食藥署後來出來補充 他說根據藥行的統計 說我們現在全台灣的退燒藥 有人買的比較多 但買的多多沒有數字 也沒有講清楚 也沒有說理由是什麼 他說也許可能是台灣的民眾 自己發燒的人 因為最近幾天 打疫苗 那你講的不清不楚 但你是重大的指控 你是做這樣的質疑 那更不要講 去年觀光 為了觀光來台灣的大陸客 有多少 零 一個都沒有 所以到底打通了小三通 到底是誰比較方便 不就是我們台灣人要回來嗎 眼下潔孤眼的問題就在這 那你再怎麼樣至少專案吧 讓人家可以好好的過年 行行好 不要因為它不是你民進黨的票 你就完全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那我們藥品要寄到國外去 包括中國大陸也好 那是有數量限制的 不管你是所謂處方簽也好 或者感冒也好 都是你個人使藥才可以寄出去 而且很多快遞其實完全 任何藥物通通都不行 那更不要講 有一個統計2012年藥材藥品 還有包括這一些醫療相關的措施裡面 我們跟誰買的最多 第一個是日本 第二個是中國大陸 比例還相當的高 你說到底是誰搶誰的藥跟包括醫材呢 還有一個我們台灣自己的藥品 最近也有個新聞 說我們這個高血壓的藥賣優 這個是應該是國外的藥品 但是台灣在賣的時候 裡面居然有不純的物品 有鋼絲圈 非常離譜 近三年來有56件瑕疵的藥品 回收事件 其中有15樣是含致癌的不純物 秉哥你怎麼看 我們怕人家來搶藥 這個我最有感 因為我有長期吃高血壓藥 我過去這三年我就換了兩次藥 就是因為有瑕疵 對 因為裡頭有含致癌物質 或是這種東西 我就換了兩次藥 真的啊 所以我們自己的品管說真的 也不怎麼樣 講實在話就這麼簡單 那我光是聽到陳玉珍說 中國大陸那邊可以提供快樂試劑 那我就知道絕對不可能 絕對過不去了 絕對過不去 因為他們就是不要 他怎麼樣就是不要 他們現在策略就是這樣子 非常清楚 陳玉珍會變成一個無辜的罪人 對 我就覺得他很倒楣 你看昨天 他才剛要去 蘇貞湯就把他罵一頓 說這時候我們要團結一致 你怎麼可以過去這樣子 破壞防疫 對 破壞防疫 他到底破壞什麼防疫 他破壞對岸的防疫 他去人家給他快速通關 是對岸比較危險吧 對啊 而且台灣現在染疫的比例 比中國大陸高 到底誰比較危險 你到底在講什麼 對中國來講 我們現在是疫情比較嚴重 他根本不會來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我們對全世界都封鎖 只開放中國大陸 你說有爭議OK 我們是對全世界都開放了 奇怪 歐美這些國家 日本也比較不嚴重嗎 日本也比較不嚴重嗎 所以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這完全聽不懂 那至於說搶藥這個東西 民進黨什麼不會 最會擋不是嗎 你如果真的怕人家搶你的藥 你就規定不准買就好了 就規定除非你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或是你有中華民國的健保卡 不然的話你不准買這個藥 更不准帶出去就結了 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你忘記你怎麼擋口罩 你忘記你怎麼擋快篩 快篩一開始 我們藥快篩已經死都不給我們 不管是 你以為我們台灣自己生產的快篩 你都不懂我們用 你忘記了嗎 所以這一切都是騙人的 這一切的目的 其實只是為了要製造 我們跟對岸是敵對的 我們不能讓他來 中國大陸是很危險的地方 他們所有東西都不能相信的 每天都在搞 滿腦子就是政治操作 這些人煩不煩 還有另外的事情 正式不做 專門做一些很奇怪 訴發部 現在大家發現說 一年動用我們納稅的人錢 高達兩百一十七億元 那這個書發部應該很厲害 結果後來發現他變成是在 所謂的外送平台 就跟人家搶Uber的生意 這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他們研發了一個 這個是靠智商180的天才 IT大臣 研發出來 快一點Nine點餐客戶服務系統 大家可以透過Nine 直接線上直接下訂單 而且透過Nine直接來付款 他舉了一個字 一個例子 就板橋很有名的 有庫口的麵線 他說你可以直接透過Nine 你可以包括要不要香菜 還有包括大小辣 直接可以透過Nine來付錢 但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誰送 誰送 這個等一下要請雅民告訴我 因為一般我們在Uber也好 這個Foodpanda也好 或者Uber也好 他們比這個系統更多的是 他還有心極平等 那還有包括這些該有的元素 服務通通都有 然後他們是專人送到 那店家還要送 那店家會覺得這個會比 既有的外送平台還要方便嗎 那這個我需要一個IT天才大臣 智商180的 另外再去研發一個系統 很奇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這個 你說綠的有在罵嗎 大罵特罵 現在外面滲透這麼嚴重 結果你在搞這個莫名其妙 還叫民進黨立委趕快去監督他 然後還有包括在野黨立委 也發現說過去我們政府裡面 有很多資料外洩 各自外洩的事情 要我們IT大臣趕快來解決 有人說以前古代有個成語叫做 師位素餐 現在的成語叫做 數位點餐 亞民 這個數位發展部 變了師位發展部 好 這個 來 大家先看這張圖 這個跟這個耀州 剛剛上面這個秀出來的 這兩張圖原本是 你知道都是同一句這個對話 說部長想要吃一碗 熱氣蒸騰的面線 這張圖是原始版 那個後來才換成這個 這張圖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 頭髮太少 很多人以為說是因為唐鳳的愛 這個頭禿了這樣不好看 對 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裡有一個Uber E 後面就有一個Uber 對啊 這不是很尷尬嗎 這家店 這我們不是廣告 這家店本身就有Uber的服務了 本身就有Uber E的服務了 它也可以多重管道 對 就很尷尬 就是說反正就是 總之後來就換了一個 換了一個沒有背景的 那個白色背景的這樣圖 換了這個這麼徹底的沒有背景 換了這麼乾淨 我覺得這個用意 這個用意是好的 但是他挑錯了一個宣傳對象 為什麼 油庫口是台灣 可能是最早進入所謂 自行研發外送的機制的 一家這個路邊攤 是喔 他兩千年 他們自己外送 他們兩千年開始 就已經有這種所謂的 他們當時當然是用電話為主 可是他可以送到多遠 你知道嗎 可以送到23公里 最遠可以送到桃園 你知道嗎 最遠可以說台北 你說二十幾年前 他就可以外送到桃園 而且呢 譬如說假設送到台北 假設內湖 內湖他送 23公里以內他送 送過來 滿六千塊的訂單 你決定要送內湖 免運費 對 真的有 真的喔 外送平台跟我說不能 那個他們有 沒有 你不能用這個UberEat 或是Full Panda 他們那個就會 他們自己的 那個很短 要用他們自己的 那他們自己也有結合一家 那個宅配業者 去做這個外送 他們也有自己的人力 所以油庫口其實是 外送能量最強大的路邊攤 他們早就有這樣的服務了 可是 所以我說今天唐鳳 你應該要去找一個 偏偏挑了一個最強的 對 你 然後畫蛇天竹 還避不掉他的這個UberEat的招牌 所以我說 今天那個數位發展部 如果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會看不懂說 這一個數位發展部 到底想要給我們 臺灣什麼樣的願景 因為這樣的業者 他早就會啦 而且他早就有很多平台 你知道網路上都還會整理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吃這一家 你用那個UberEat 用Full Panda 兩個不同的 他能送的外送的 那個公里數還不一樣 然後如果你今天要送比較遠 你要直接打電話 到他這個店裡面去 所以我說 每一個廠商 每一個店家 他們可能需要 有這樣的服務沒有錯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政府 要去用什麼 雲市級 希望能夠讓這些 這個一般的民眾 一般的廠商 能夠讓更多人接觸到 我覺得你應該要找一個比較 沒有人知道的 比較弱勢的 對 需要幫助的 對 然後更重要的是 而且這是拿我們的錢去補貼 對 更重要的是不要再讓唐鳳當宣傳品 就是你當一個好好的 你去做個部長沒有玩 你不要當吉祥物 你不要當明星 你不要當代言人 他會不會覺得有些年輕人很喜歡他 對 不是 這我覺得 你忘記他上次跳舞被人家罵成什麼樣子 所以他不氣餒 對 就我覺得你當一個部長 你可以花更多心思去做該做的事情 這個我覺得表演這種事情交給專業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只看到數位發展部 真的是又畫錯重點也畫錯方向 只是讓人家覺得這個部會 一年兩百億的預算真的是浪費 對 現在還有一個狀況 陳時中他付出了 可是他針對這次民進黨大敗特敗的原因 怪東怪西 就是不怪自己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